八百塊錢不雕食 啊不對今天不吃八百塊 今天帶老婆來吃個麻辣鍋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吃吃到飽的東西了 辛麻辣我們好久以前吃過 年輕的時候吃很多覺得非常划算 今天再來體驗一下辛麻辣 Let's go 來了 各種牛肉都有 超酷的啦 可愛的壽喜 神仙牛 海鮮盤 雞的難不爛 超棒的啦 酷 鮑魚耶 對啊今天特有的鮑魚 哇好多 嘿嘿 還有我最喜歡的 蘋果西達可樂 莎士 壽星專有 神仙牛 好不好吃 吃 好吃 油花很棒 好嫩 又來了 美國五股牛小排超棒 小鮑魚 小鮑魚 三個放辣的齁 小鮑魚 花枝丸 這個一個是辣湯 一個是花雕的湯 很香耶 花雕是 嗯 好嘞 我們來嘗嘗牛肉 這個神仙牛 稍微蒜一蒜 蒜蒜鍋 我感到Q彈 而且油花豐富 好香喔 神仙牛 油花好漂亮 這個呢 這是什麼 五股牛小排 油花也很漂亮 而且切得很大 好香喔 炸一下 炸鍋 這是牛肉吃到飽 它比成天牛 更軟嫩一點 哦 所以油花更多 而且分布更均勻 我覺得蠻好吃耶 這個呢 這是頂級梅花牛 梅花牛 很漂亮耶 嗯 每一種都給它上兩排 每一種都吃吃看 肉就比較粉色 這個肉味比它重 梅花牛 會一樣很軟嫩 油花牛 可是肉一樣很Q彈 不會咬動 這個呢 這是什麼 紐約客 紐約客 瘦肉多 有沒有 稍微摔一下 雖然只有瘦 只有瘦肉 可是吃起來好嫩 這個的肉味比它重 這個肉味比它淡的那邊 紐約客 這個呢 牛五花 這個呢 牛五花 頂級牛五花 這個最邪惡的 一桌就丟腳 嗯 兩三下就熟了 它的油發最香 嗯 它油最多 超香 這個是什麼 安格斯黑牛 喔 好大片喔 拌開 這真的是牛肉吃到飽 嗯 你的那個沾醬怎麼一堆東西啊 黑牛嗎 安格斯黑牛 那這個有什麼 澳洲的 黑牛 你看瘦肉就多了 對不對 嗯 吃吃看口感如何 你看這麼大片 超大 超大 這沒什麼油花耶 沒有油花 所以嘗嘗它的口感 我覺得每一種都吃一種 嗯 最好吃 呵呵 不同的部位 味道不一樣 而且不同的品種 味道也不一樣 它一開始上了標準的冰盤 我建議就不要 連你自己喜歡吃的就好 對 然後上到一些你不喜歡吃的也很麻煩 浪費 浪費食物 它是相對最澀的一個 比較澀 油花比較少 所以是牛肉的肉味很重 如果你喜歡吃牛肉的那個肉味 這個可以選 嗯 不錯 澳洲黑毛和牛 嗯 嗯 欸 全部都吃完一遍牛 那你覺得最好吃是哪一個 牛小排很好吃 嗯 棉花牛也很好吃 紐約客也不錯 我最喜歡吃的是牛五花 好 好 很可愛 有沒有很麻煩 平常捨不得吃的小卷 哇 小卷 呵呵 你真的外 外面賣也都不便宜耶 平常真捨不得吃 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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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是火雞的 所以才有這麼大 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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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還有這種滷的牛三寶 牛肚 牛筋 跟那個 豬糖 豬糖 讚啦 還有十多種哈根大石兵器 超好吃 好像今天是我生日一樣 我吃的比較奇怪 你看你吃的很開心 這咖啡的超好吃 我無福銷售 沒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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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生日快樂 哇 小卷 平常捨不得吃 對啊 好棒 四隻 好手一隻 接著來看看我們一共吃了哪些東西 神仙牛 神仙牛 點了一份 九孔 一共四顆 也先點了一份 神仙牛 又點了一份 九孔鮑魚 再點兩份 然後是頂級牛五花 點兩份 蘇澳小卷 點兩份 野生大草蝦 再點兩份 這樣子加起來好像已經很多人份了 野生大海蝦兩份 安格斯黑牛 也點兩份 Soda 花枝丸 也點兩份 火雞 懶不辣 就火雞的搞丸 也點了兩份 魯牛筋 點兩份 紐西蘭特級紐約克兩份 魯三寶兩份 蘇澳小卷 再加點一次 又來兩份 美國的火雞懶不辣 又來兩份 鮑魚 又點一次 第三次了 又點兩份 一共又18顆 再來 就跑去吃一堆冰淇淋了 今天去吃那個馬辣 你覺得怎麼樣 好吃啊 你覺得值不值得啊 688 算700 OK啊 我覺得還蠻值得 只是我們兩個戰鬥力真的很差 他上完第一輪 然後第二輪我們自己加點完一次以後 就吃不下了 我覺得老了真的有差欸 對 他啤酒喝到飽 我只喝了兩個半杯 我就很飽了 我已經 可樂最少十瓶起跳 今天喝三瓶居然肚子就快爆炸了 超飽 老婆你覺得他的牛肉啊 海鮮好不好吃 好吃 你覺得哪個最好吃 如果給你選三樣 三樣啊 我第一個 會點的是 花小卷 小卷 他那個 好新鮮 眼睛都是亮的耶 而且煮起來軟軟的 超好吃 很新鮮 再來就是牛肉 牛肉 哪一種 五花 牛五花 牛五花 再一個喔 再一個 欸我還有吃什麼 毛 我選鮑魚 鮑魚 鮑魚其實也很新鮮 對好吃好吃 謝謝老公 那我是張欣欣 今天去吃這個新馬辣 其實我們以前在別的店裡面吃過 這間店還是第一次來 我覺得在大江裡面去吃還不錯 周圍還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吃得飽飽的走一走 覺得就能夠消化掉了 另外我覺得一次花這個一千五百多塊錢 兩個人能夠吃到這麼多種的肉類 也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平常我們頂多買一種肉吧 再來買兩種吧 這次你可以把所有不同品質和部位的肉 擺在一起吃 一起比較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再來就是 我覺得它的肉質都還不錯 還有它的隨餐品 我覺得真的很新鮮欸 包含蝦子 尤其是那個鮑魚 很Q彈 還有就是我老婆說的那個小卷 它真的不是冷凍過的喔 一吃就知道它是新鮮來的 而且不只生鮮 而且真的連眼睛都是透明的 我覺得那個吃起來真的也有一番風味 偶爾出來打打牙記 雖然感覺上有一點點貴 但是買這一塊絲 它又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尤其是要慶祝某個人的生日嗎 花點小錢 大家開開心心 還是應該的 我覺得就算不是生日 偶爾出來吃一下這個 吃到飽的還是不錯 就是一個要勸大家 如果年紀跟我們差不多了 絕對不要硬撐著吃 吃到個八九分飽就可以了 不要吃完之後 一方面錢花掉了 回到家又要不說苦個兩三天 那就花不來了 各位好朋友 我覺得今天這個新麻辣一千五百多塊 值得 掌心慢談 咱們下回見 拜拜